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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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小孩子的心事啊 来得快去得也快 睡一晚上就没事了 你也别太担心了 来 琪琪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的话 她也不会跟你闹别扭 不是 不是 晓鸥没说什么吧 没有 我看她不像那种 爱哭诉的孩子 那就好 你们现在住在酒店 你家不在北京啊 我不想给家里添麻烦 家就是家嘛 怎么会添麻烦呢 住在家里肯定比酒店安心些呀 而且家里面也可以帮你照顾着 我是养女 我五岁的时候被抛弃的 说来很奇怪 为什么会被抛弃 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号 完全不记得 甚至 连我妈妈的样子我都不记得 所以就算她坐在我对面 我也不会认识她 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我的生日是福利院给我的 五月五号 所以我最好的朋友 每年的五月五号 都会给我过生日 可是我就在想 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好庆祝的呢